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刚才把它跳过去了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好 无论是左还是右 一旦我们已经将当前这个s middle中所对应的那些命中的元素都高效地把它摘取来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沿着某一个方向 请记住 是某一个方向 而不是这个两个方向同时去做底归 那么这个方向有什么讲究呢 这个选择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以刚才这样一个qx在右侧的这种情况 他建议我们什么呢 他建议我们只需要对这棵子树的右子树去做深入的地归就可以了 而左子树呢 这里没有说 没有调用 也就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左子树是可以被减枝掉的 我们只需要沿着这个方向去做底归就可以了 对照这个图 这个代码或者这个算法是不是确实一目了然呢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果真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关系配置的话 那么既然sleft严格地位于median的左侧 而median又严格地位于这个query这个位置的左侧 所以也就说明这个sleft会严格地完完整整地位于qx的左侧 不管是它的其中的任何一条interval的左端点还右端点 都会严格地位于qx的左侧 所以呢 将它减枝掉是入情入理的 反过来sright呢 就像这个图所暗示的那样 它毕竟还是有嫌疑 有一定的概率 其中有一些intervals会和这个qx相交 那至于谁和它相交 谁没有和它相交 我们不妨交给地归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右孩子来做地归的查找 当然很自然的你也可以理解 对于第一种情况 需要简直的和地归的对象 位置完全要颠倒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需要对左孩子而不是右孩子来做地归 同时相应的把右孩子而不是左孩子给简直掉 好 我们再来看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零概率的事件 也是我们前面所认为的那种最好的case 也就是这个else if以后的else else of else 这个else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它说你只需要将s middle中所有的那些intervals 报告出来就够了 所谓的报告出来不需要什么技巧 你只需要将s middle中的每一个线段都悉数的报告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情况下是个特殊情况 这个qx与这个median是同核的 我们事先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了 这里头的线段既然跨在这上面 无一例外的 无一遗漏的 无一重复的 就是你的答案的一部分 而这个时候的左右孩子呢 也都可以同时被简直 也是正于这个原因 在随后我们这里此时无生胜有生 没有写任何的地规 意思就是说 的确在这个时候 无论是左还右这两个分支 都可以被剪除掉